一個公案 佛說有一個人是造了很多的惡業 這惡口 惡心 殺生妄語 其實通通都造了 他做這些惡業 還覺得說是理所當然 沒有慚愧懺悔 這就跟一般的社會大眾一樣 像殺生吃肉也覺得沒有什麼 覺得動物都是給人吃的 講變化也覺得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因為大家還不是一樣講變化 這就是像佛說講的 造業多 但是沒有惡愧心 所以臨終的時候 當然業障就很多 那時候人家叫他誦經 誦經當然也有消業的效果 但是並不多 誦經完 還是沒有見到阿彌陀佛 結果他轉為念南無阿彌陀佛一生 沒有想到 念佛的當下 就消掉多生多劫的罪業 也因為念佛 阿彌陀佛帶著菩薩們出現了給他讚嘆 你念南無阿彌陀佛 你全部罪業都消掉了 那由於壽命到了 我們來迎接你回到極樂世界的家去了 本來受經以後 他都還沒有見到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也沒有出來給他讚嘆 但是 一旦轉入這個念佛 反而就看到阿彌陀佛出現了 佛還給他歡迎認可 這也是顯示 在感召阿彌陀佛來說 宋經是不如念南無阿彌陀佛的 那這時候 這個罪人看到佛光 變滿了整個地方 他看到很莊嚴 很歡喜 那壽命一到的時候 就發現自己已經坐在蓮花 然後跟著阿彌陀佛出生在極樂世界的七寶石裡面 這是佛說的第一個公案 普通人一輩子造業造罪 最後念佛一生 就見佛往生淨土了 那這個其實還不是最嚴重的 因為接下來第二種的比較嚴重 這第二種人是有學佛的 剛才第一種是普通沒有學佛造業的世間人 但是這個第二種是有學佛的 他學佛以後還有受戒 他有受五戒 也有受八觀哉 最後還出家受比丘戒 但是沒有想到 他受的戒一個都沒有做到 五戒 八觀哉 比丘戒 全部都破光光了 這個就厲害了 也不知道受戒來做什麼的 這可以說 比第一個更加的嚴重 而且這個人還在寺院偷拿三寶的東西 而且亂講佛法 佛門本來是很好讓自己成就的地方 結果拿來造業 所以罪業太重 臨終的時候 自然看到地獄大火冒出來了 很危險啊 要多地獄啦 只是剛好 他就遇到有人給他介紹 南無阿彌陀佛的不可思議 那個人就跟他說啦 哇 南無阿彌陀佛能夠救你啊 南無阿彌陀佛當中有佛光 你念佛就行了 就這樣子跟他講 那這個罪人 一聽到這個佛號 都還來不及念出聲 他都還沒有念哦 就這樣耳朵聽到佛號而已 結果 沒有想到 當下就消掉八十億劫的生死之罪 剛才的地獄大火被阿彌陀佛轉化成清涼風 蓮花就隨著阿彌陀佛的風出現 那這個罪人就看到蓮花上面 有阿彌陀佛 佛菩薩等等伸手來迎接他 那這個時候 其實他壽命也到了 沒有想到 不到一個念頭的時間 他就看到自己已經在阿彌陀佛極樂世界 七寶吃蓮花裡面了 所以各位 快不快呢? 十萬億佛國土之外的極樂世界 但是 因為有阿彌陀佛的接引加持 不到一個念頭 馬上就到了 這是佛講 一個破戒的學佛人 本來是要被地獄大火捲走的 但是 才聽到南無阿彌陀佛都還來不及念 阿彌陀佛就出現了 來救他一把 從這個地獄大火 把他拉到放到極樂世界去 所以我們講 這個就真的不可思議了 但是 各位 這個還不是最不可思議的 有人說 還有個不可思議的? 是啊 最不可思議是佛說的第三種 也是讓我們整個佛教界最發光的例子 因為 這可以說是最嚴重的案例 我們想想看 如果說阿彌陀佛 他能夠救得了最嚴重的眾生 當然是讓我們佛教發光發熱了 那這第三種人是專門做壞事的 佛說他一點好事都沒有做 專門做壞事 我們平常人有時候還會做一點好事 但這個人都不會 他從頭到尾就只會做壞事 而且是嚴重到殺人放火的那一種 他連他自己的父母都傷害了 而且惡心很嚴重 沒有善根 看到佛門三寶的地方 就是一直在破壞 他看到佛陀的弟子 阿羅漢 就是把他們給打死 甚至親眼已經看到佛了 不但沒有歸命 反而想要害死佛陀 但是佛陀畢竟是福德圓滿的 所以佛陀其實是永遠都不會被害死的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讓佛受傷流血 倒是有這個可能 所謂的出佛生邪嘛 那這些其實都是我們講的五逆罪 殺父 殺母 殺阿羅漢 出佛生邪 破合合生 它已經不是前面剛才所講的兩種 那些造業 還是破戒的 五逆是比破戒造業更加嚴重 也是最嚴重的 因為他是完全的違背佛信 所謂五逆 那佛說 這種罪人就是只有一種結果而已 就是墮落阿比地獄 無間地獄 永遠都出不來的 本來臨終的時候 有人勸他念佛 但是 那個時候業障太重了 他感到很痛苦 很恐懼 所以佛說 他的心其實那時候已經完全失去這意念的功能 他整個心思都已經亂掉了 沒有辦法在心裡再念佛 這就好像有時候我們遇到危險的事情 心裡會感到驚慌恐懼的那一種 那這個人其實也是一樣 大家看到阿比地獄 什麼病苦 全部都出來 都亂套了 聽到旁邊的人叫他念佛 他心裡就是恐慌 就念不下去 那既然現在都這麼亂了 所以現在 就叫他用嘴巴喊出來南無阿彌陀佛就醒了 你心裡亂了 你就用嘴巴念出佛來就醒 可能本來是在那裡喊救命 或者是喊哎呦呦的 很痛 但現在就換成喊南無阿彌陀佛的 有沒有想到 就這樣 南無阿彌陀佛從嘴巴念出來 都能夠消掉八十億劫的罪 那臨終的時候 不但他沒有看到地獄 反而是看到金色蓮花 像太陽一樣出現 也是不到一瞬間 不到一個念頭的時間 大概就是比我們講 觀眼睛 閉眼還要快 剛才痛哭 是閉著眼睛喊出佛號 就開眼的時候 就看到金色蓮花 就到了極樂世界了 一個忤逆十惡 準備要墮入阿彌地獄 無間地獄 沒有善根的大惡人 在歡亂當中 就這樣張開嘴巴念佛 結果就消夜見佛 瞬間到了最美好的淨土 永遠的解脫 所以各位 這就是山島大師所講的 上盡一行至十念 三念五念佛來飲 阿彌陀佛是不看人的 你是罪人也好 聖人也好 也是不看環境的 你是五座惡事也好 你是地獄現前也好 也不看著你念到怎麼樣 你專心念也好 慌亂當中的念佛也好 也不看著你念多念少 十身佛號也好 一身佛號也好 來不及念 聽到佛號也好 只要是南麻彌陀佛 通通都可以給我們的消夜 連五逆十惡 最嚴重的罪都可以消 讓我們的得生淨土 那最後得到的結果 是跟釋迦摩尼佛一樣 都是符慧兩卒尊 都是阿諾多羅三妙三菩提 每一個念佛人都是一樣 所以釋迦摩尼佛才說 於此事件 說此難性知法 之前他是修了三大阿森起劫 辛辛苦苦 走南行道 才有辦法在五卓二世成佛的 結果沒有想到 成佛以後 發現 還有這麼容易的念佛法門 連五逆十惡 再五卓二世 念一生兩生的南麻彌陀佛都可以成就 所以連釋迦摩尼佛都感嘆 這是難性知法 說難性 其實也不是說很難相信的 因為只要我們願意相信 就行了 我們只要願意相信 就相信了嘛 所以講難性 其實只是一個形容詞 就形容說念佛太容易殊勝的意識 容易到很難相信 那依到佛所說的這樣子的難性知法 我們還能夠信受念佛的話 那我們念佛人 其實真的就很不可思議 念佛法門是很不可思議 念佛的人也同樣不可思議 最不可思議 就是念南麻阿彌陀佛了 這在《阿彌陀經》裡面 大概出現將近十次的不可思議 那另外一部的《阿彌陀經》也出現將近 有二十多次的不可思議 那簡單來說 念佛法門就是不可思議當中 最不可思議的了 所以我們今天能夠念佛 那真的是很感恩 很慶幸 因為我們的人生就因為念佛有了一個圓滿 我們的生死輪迴 就因為這樣要畫上句號了 我們生生世世的業障 也因為這樣要被清乾淨了 我們學佛的過程 也要有一個圓滿的大結局了 所以怎麼能不感恩 怎麼能不慶幸 怎麼能不念佛呢? 我們自己念佛 有姻緣也介紹其他人念佛 再有姻緣出家宣揚 彌陀救度的念佛法門是最好的了 我當初就是這樣子出家的 有姻緣師父答應就來到淨土中出家了 那人出家也不是說每個人都適合 那也不要緊 不能出家就在家念佛 不能出家弘法 就是在家隨緣隨份 互持念佛道場生團就好 反正最後的結果 都是一起到阿彌陀佛的淨土就圓滿了 今天是講到五濁二世保證得度的法門 就是我們念佛法門 這是釋迦牟尼佛在《阿彌陀經》裡面 最後的嘱咐 佛就說 要像他這樣在五濁二世 還能夠成就佛道 那是非常困難的 一般人根本是做不到 五濁二世就是身心環境都污染的 要在這種污染的環境成就佛道 對一般人來說 根本是不可能 所以佛才要為一切眾生宣揚 這個男性的念佛法門 為什麼念佛法門是男性的呢? 因為念佛太容易殊勝了 容易到非常不可思議 念佛是連五濁二世的眾生都能夠救度 甚至連罪惡的眾生都能夠得度 這個得度不是說要他們修什麼 而是單單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就行了 就算最後只有念幾聖佛號也可以 所以這個就太不可思議了 因為這樣 就讓釋迦牟尼佛 一定要在這個世界跟一切眾生宣揚念佛法門 不用的 人家請釋迦牟尼佛就主動說了 不止釋迦牟尼佛 其實連十方諸佛也同樣要宣揚念佛法門 將靠阿彌陀佛願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導大師所開創的淨土宗 是中國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響最為廣大 持久 深遠的宗派 至今 已如海納百川 成為各宗共同的歸宿